吉吉盛产山椒,而香蕉丝是农民的废弃物之一 为此,吉吉镇一家公共工厂就结合学校来办理香蕉丝编织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小朋友学习不同的技巧,并了解香蕉丝的周边发展可能性 想要用香蕉丝的甲金,就是农业废弃物来去做一个利用 那我们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就是希望说可以把香蕉丝的甲金这件事情 可以把它再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里头 那在吉吉国中的惠山老师这边,他就是有编织的相关的技法 以及就是我们有邀请到清水这边的加玛丽老师 那他本身是一个编织的专长 所以就藉由这样子的课程,我们去开发了不同的香蕉丝的一些生活的用品 这次的课程除了认识香蕉丝以外 更借由编织的方式来创造出许多生活用品,非常有趣 那我们这一次做的呢,会做编织的篮子 然后还有这个坠织框之外 那我们还会去做一些生活的小物 那所有你看到的像是我们框架的部分 然后以及说香蕉丝的部分 这个都是学生们他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就是自己去完成它 所以也让他们学习到说我们是可以就是DIY 然后去自己去制作很多的东西 新议员陈淑慧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学生们学习到香蕉丝的发展多元化 我们香蕉丝如果错掉,香蕉丝就是给它淡掉 但是香蕉丝是一个点的东西 所以它如果打开学习丹丹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各种类似编织的方法 来给它编织一些生活的一个器具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个艺术的作品 那今天真的感谢我们老板 他愿意提供这些的资产还有这些的材料 来提供给我们集体国中的学生 然后请一些老师来做教学的一个课程 看似废弃物的香蕉丝 经由学生以及老师的巧手 竟然变成小巧可爱的作品 也希望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广香蕉丝的应用 记者邱品逸,集集采访报道